花林县宠物共荣运动公园终于开工了 预计在今年底就可以新建完成 县远招美会9月3号特别前往县刊 除了天取工程单位简报 也建议要增加植树还有摆放石头 让这座宠物公园可以更自然更舒适 也更符合四祖和宠物的期待 狗狗和四祖快乐无拘的在广大草地上奔跑 人狗都玩得十分开心 这里就是未来东部地区第一座宠物运动公园的场址 工程单位也说明了这座公园的设计规划 我们在这个小狗区跟大狗区的交界处 我们有两座由三个小单元所组合而成的一个遮阳棚 那遮阳棚的下面就会有一些固定式的铝合金的一个看意 可以让来这边玩的民众或是 带小狗来的一个乡亲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个休息的一个空间 那另外这是三号的一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有一个洗脚池在外面 就是左右各一个 就是要回家之前可以稍微做一个整理 那另外呢这个5到13的部分 就分别在散落在里面 它可能就有一些波浪型的一个步道啦 一个轮 就是大概就是有一些轮胎的一个隧道啦 那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在入园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入园的一个告示牌 先阅读了入园的相关的须知之后呢 我们才进到这里面来玩 然后有一些波浪的一个栈道 然后有一些相关的PC地平 然后有一些RCP的隧道 有沙坑 那另外呢 我们也设置了一些枸变的一些 一些带箱等等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在整个园区外面 通通都是以钢购围栏的方式去围栗 先元张美惠建议 应该多种一些原生种的树木 来增加树荫乘梁 以及摆放石头当座椅 让这座公园更自然 对四祖来讲 如果它的宠物在园区里面奔跑 它应该还有一个 比如说一个比较大的树荫 可以遮阳遮阴的部分 除了这个我们所设的这个遮阳棚之外 就是希望能够有大一点的树 树茎的这个树木 我们的一些原生树种 我们很希望可以有 可以来放进来 然后让四祖也可以遮阴 那因为这边是一个很自然的环境 我们也希望多摆一些石头 那也符合这里的地形 那其实也让四祖可以坐 就是我们大概会说给大家做的是一些座椅 那如果摆一些石头 好几颗一排 好类似这样 那配合这里的环境景观 那它其实又很自然 也可以让四祖 那宠物其实也可以绕着跑 大概是用自然的方式 然后增加一些这边 然后四祖跟宠物都可以使用的一些设施 先元张美惠也建议要成立动保志工大队 共同来管养维护这座宠物公园 同时也可以让东部第一座宠物运动公园 能够创造全国爱狗人士到花莲观光旅游的附加价值 这里会欢迎视报导